过去我们经常讲 台湾人在大陆大概120万人 可是现在你自己估算一下 大概已经超过140万 大概已经超过140万 那换句话说 这20万人都是最近几年陆陆续续流了出去 那台湾的优势在哪里 台湾是有软实力的 台湾是有创新的 那你尤其是我接触很多这些游戏产业的年轻人 他们喜欢玩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 刚刚进去薪水跟台湾差不多 大概三万多 可是只要经过一年 那对不起 他薪水就double 阿里巴巴今天的局势那么大 这个中间有一个关键 这个人是台湾人叫陈崇信 蔡崇信 不不不不抱歉 那个蔡崇信 对 各位晓不晓得 他处理他财务 对 他除了处理他的家产现在是 过去他他的薪水是人民币500块 蔡崇信的薪水只有500块 可是他的家产那你算算看 中间我帮他算过 只不过是12年半将近13年 从人民币500块钱到他上亿元的资产 那换句话说你台湾有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你有没有给他这个希望 你有没有给他这个远景 那更重要的你有没有给他这个腹地 如果在中国大陆他有这个腹地 可是我们台湾呢 我们台湾呢 因为都是一些政务官完完全全不了解年轻人的心理 他在干那个政务官的时候 他为了讨好上级 所以他牺牲了很多的产业 那边的人跟我们最大的不一样 尤其年轻人在哪里 他们对于中国大陆未来的前景充满信心 每个人觉得说我薪水虽然比你低 可是我将来绝对比你好 就是我觉得我的前途 我国家的前途是一片光明 跟台湾的年轻人不一样 我们现在年轻人在找说我们应该去哪里 要不然就精精在计较 或在网路上天天发酸我 我们下轻人不一样